我感觉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 我都是属于在这个环境里边 就是中下水平的人 然后当我就是进入这个环境以后 我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定一个很多目标 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 然后当我最后走出这个环境的时候 然后发现我就是处于这个环境 很中上或者说排名比较top的人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成长经历 就比如说拿我小学来说吧 其实我家里边是农村的 我爸爸妈妈 爸爸是电工妈妈妈就是 就其实家庭条件最开始很不好 然后我觉得我家庭的经历也是给我一种 你愿意去相信 就是只要你通过努力 然后你的生活现状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改观 给我一个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从小学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家庭条件挺不好的 刚进小学的时候吧 然后成绩也不太好 然后就是生活上都很离婚那些的 然后但是吧 就自己慢慢的有目标 比如说医学系进步多少名 我爸爸给我定的目标 但我也认可这个目标 慢慢的去学 然后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我们班的第二名了 然后就到了我们市的一个 反正排名非常考显的一个中学吧 然后刚进学的时候 也是类似于成绩中下水平的 然后慢慢的 也是我爸爸跟我说 你觉得应该我们一块来 初一应该定个什么目标 初二应该定个什么目标 然后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每次我都超过完整个目标 超过完整个目标 还有心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真相激励 就是你觉得我只要一努力 我就能达到我的目标 甚至超过我的目标 你下一次你就会更有信心 去推动你去努力 所以当我真正初中毕业的时候 也是就排名就非常靠前了 就大概我觉得应该是上升了 不过我也承认 我刚进北西拉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也是成绩非常差 就我大一的时候 其实我是提前披静的北西拉 然后当时专业了 也是被调剂了电子专业 因为北西拉其实最差的专业 可能也就电子啊计算机啊 这种这种专业嘛 然后所以就在电子专业 然后我学了一年 然后成绩非常差 大概是我觉得班级应该是 我们班也就四五十个人吧 可能三十多名 就这个水平 当大一真的结束以后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 因为大一在干啥 就是你在你刚进入大学 这样一个很充满优惑的一个环境里边 我就在参加社长活动 然后打变成赛啊 学生的聚会啊等等 就在这种环境上度过 因为你刚进大一 你都会觉得学习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时候 应该去丰富我的人生 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大一就这样认知了 但是我大一度过这一段时间以后 我马上意识到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 大二的时候我就明确我要开始表演 但是由于我实在 我觉得我实在不喜欢电子专业 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跟我们学院的就是老师吧 有聊 他就提到一嘴 他说我们电子转计算机 不用走传统的种 我们转专业流程 就是你直接跟那个院长说一声 你就可以转过去了 那就写一个申请书就可以转过去 我说还这么简单 然后我就写个申请书 然后转了计算机了 其实当时我也有考虑过 比如说转到经管啊 就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更适合女生 还有转到心理啊 这些方向 但是怎么说了 我觉得我真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想那么多 因为转到计算机比较容易 然后你转过去了 就是那种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然后你转过去了 然后还带着我们班三四个同学 也转过去了 从电子转到计算机 我刚转到计算机专业的时候 其实我是悄悄地转到计算机专业 才跟我爸妈讲的 因为我高考是很 很一意孤行的来到了北京的 我爸妈是非常希望我留在 比如说读穿搭呀 又那会我的分数还是 能上穿搭一些比较好的专业 甚至他们希望我去读一些 可能稍微次一点学校读口腔专业啊 因为我们家里边算是医学试驾 就是当医生特别多 我妹妹啊我姐姐啊 就都在当医生 我姐夫都在当医生 然后所以他们也希望我去学医 然后我就是真的非常 一意孤行的选择 我要一定要来到 就当时的目标非常清晰明选 我要去就是北京上海 深圳啊 其实都可以要去大城市 然后我首先选城市 再选学校 最后当时 因为我的确没有 没有个人倾向 我也不知道什么专业好 都选择专业挑剂 我最开始其实转专业 这个决定我不太想告诉父母的 这会让他们会 会就是会觉得 就是为什么你当初不听我的 选了个这么不好的专业的 就是就不太想 让他们否定我吧 然后所以我就 瞎瞎瞎瞎瞎转过去 然后转过去了以后了 学了一阵 然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收获 因为你 你不可能这么快 看到成长的 这个时候我的父母 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嘛 他们就会跟我说 差不多 我就觉得你要去修电脑 甚至那会我们加班 电脑有问题 都让我去修 就他们就会否定我嘛 就是说 这个环境适合女生就业嘛 你一个女生去修电脑 那一会儿说实话 我就开始 我也不知道 我那会儿毕业 是不是要去修电了 但是 我就默默地就是想 做这个决定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所以我先来先把编程 其实就硬刻下来 我觉得我就开始 算是死基因背 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 就是需要一定的死基因背 转折点 就是在我大三的时候 我去认识到了 非常多的 正在找工作 或已经就业的 一些试用世界 我大概就了解了 我学了这个专业 以后出来是干啥的 然后我也可以给我父母 传递出来一些 非常正面的一些信号 但就很好的是 他们是非常愿意 听取意见的父母 就是你只要跟他们说 他们基本上就是 将信将疑吧 就当然一年就 转到现在几个成绩 就也就四五十个人 排到第四 然后 其实保研 就是成绩只要在 在前百分之二十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大概已经能 拿到保研资格了 所以我大三的时候 就去 北大找老师 去他们组实习 其实这里边我就说 我更了一个特性 我基本上在每一步 做选择前 我都会 比一般人 我觉得会提前 一到两年 我个人会觉得 就比如说 我在大二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就会确定 我要保研的目标 然后到大二整个学年 我再提升 就是把成绩提上去的时候 其实我在 其他点 怎么给补起来 然后我才能 保研到更好的学校 我觉得这里边 非常关键一个因素 就是你身边认识的人 大一做一些 很没用的事情 去参加了一些很多 不用的社团 怎么怎么样 但回过头来 我觉得后面看 我大二到大三 特别是我大二 确定要保研到北大 大三确定 要通过去实习这种方式 就是增强自己的 research的这种 background的这种方式 然后来更顺利的 进入到北大 对 更顺利的进入一些 非常好的导师组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的一个前提 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 认识了非常多的人 然后这些人 我觉得他会在 你生活上 或说心情上 给你一些安慰 就比如说我转专业 我觉得这个实验节点 其实自己的心情 挺容易受打击 就是很关心你的朋友吧 但还有一论 是谁 我觉得是你 人生发展的贵人 就是他稍微点拨你 那么一句 有时候你的整个局面 就不一样 我其实我 从我确定 我要转专业 并且保研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契机 就是我听到了 我们当时计算机专业的 第一名的一个师兄 也是保送到北大 他跟我说 计算机专业 其实每年有大概 四五个人都能保送到北大 但是电子系的话 可能就一个人都没有 或说只有一个人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哇 计算机专业 保送到北大 这么容易 然后我就转到计算机 当时在我看来 计算机和电子 对我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我还觉得 不学硬件会好一些 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 然后就是有人 会给你啪点亮一个 你觉得前路可行的 一个方向 然后你就去做了 然后包括我后边去 北大一个导师组实习 也是这样 说找北大导师组实习 他们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或者说你怎么去做的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这也是一个 师兄告诉我的 就是说 你就把你的简易 发给各个北大老师 一个想法说清楚 就是你现在成绩怎么样 然后你希望 做什么什么方向研究 甚至以后 希望拿到他的保验资格 等等 你又把你这些事情 说清楚 然后发邮件 给他写导师 然后再来 如果有导师需要学生的话 他也会联系你 然后去面试 然后通过就可以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我当时就是有个 也是保验到北大的 使用师姐告诉我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渠道 或一个信息 然后我就 碰过这个渠道和信息 然后就 就去找到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算是 我在NOP领域 我觉得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路人 就是万小军老师嘛 而且他对研究 是一个非常 纯粹的一个老师 进入一个这样一个 老师的一个团队 就是后边做 NOP研究的路线 铺垫都非常好 其实刚开始 做研究的时候 加入万小军老师 做研究的时候 真的挺痛苦的 就是我们整个组吧 万老师组 当时我记得有 十个实习生 九个是北大的男生 一个就是我 北师大的女生 就是我不论 不论从学历 还是性别上来说 都不具备优势 就是你可想而知 他最后只留一个人 就十个当中 他只留一个人留下来 作为他的保送的学生嘛 我觉得可想而知 你最开始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结论 就是没有我 你进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应该是排名垫底的 我觉得也是 我跟他有一个特性吧 那种情况下 反而你不会压力非常大 就你会觉得 你往前进步一点 你就进步了 你不会有倒退了 怎么说 也没想到 就是老师给你个idea 然后你就不停地 做实验 做实验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 最开始刚进组的时候 我记得连Python也不会 真的是连Python不会 然后老师给了我 一个爬虫的项目 让我反正我也忘了 是国庆还是什么 反正就有个假期 解药过后给他 然后那个假期 也没什么休息 好像也是去找了一个 学Python 就我们班上 我觉得当时Python 非常大流的一个人 然后就去跟他一块 去泡图书馆 然后天天学 学了不懂的事情 就问他 反正就这样 就刻下来呗 然后后面 跟我见过先生 老师就 你扣定还不错 其实我就是 西天入门 学Python的那个人 然后反正后面 就老师给我个idea 我开始做了 其实发第一篇 我觉得这个节奏非常快 就大家都很难以相信 我当时 我大三 然后三四个月 我现在都难以置信 就大三三四个月 就发第一篇 敌讳的文了 就是ACL的 我现在都 我都觉得 我简直太厉害了 但是我回过头来看 是我老师太厉害了 就是他把idea 都很清晰的 告诉你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 是在演艺 才经历这个节奏 就是导师会给你idea 然后你去动手去做 你在这个过程 不停跟导师去交流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去把这个idea 改进 改进 然后然后最后写论文 其实也是 那个万小军老师写的 所以我当时也不是 一做好 就是二做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 真的我投出那一篇论文的时候 我整个人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我觉得我的压力全部下来了 然后下来过后 我就是就想逃离 就我当时觉得 我真的太不适合做研究了 因为 因为你发现主力 就是我跟你说 其他九个北大人来生 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也都发弄文 他们甚至有些是自己是一做 我还是老师帮我写弄文 我是二做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在这个方向上 我觉得就是不太有可能 去超过他们的 所以我到大四的时候 我就干啥去了 我当时还印象很深刻 买了一架的产品经理的书 还有什么UI交互设计 还有什么测试工程师 阿丽丝什么的 但我看的最深的 就是那个产品经理的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看的最深刻 然后 就真的去找了个实习 在外边 去做产品经理 然后但是我实习了 一个月不到 我就回来了 我当时觉得 就有时候人 还真的要去多点尝试 就是你会发现 你多尝试 才发现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以及什么是喜欢的 我尝试完以后 我觉得还是编程好一些 然后后面就回来 就做回研究了吧 那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说是 想通的说 自己能做好研究 就是觉得 相比于可能做产品经理 我还是适合做研究一点 然后又做回 做研究这条路线 然后那个时候了 因为我导师管得非常松 就你正好在一个 这样很宽松的一个氛围里边 我觉得也是基于我之前 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次在那 就是你大概知道 做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的 一个路线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因为我大三的时候 已经有那么一年的 一个底次在 所以我严严而受 我都觉得甚至近似 近似一个不在不在不在的 一个阶段了吧 然后所以真正到后面 炎儿的时候出来 那个什么所谓八片的 那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 很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 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和运气在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是 就是这一路我都觉得 自然而然 我没有觉得哪一步是 就是运气非常好 我踩了一个非常大的运气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是都是我觉得 慢慢一步一步步 都能看得到 那个成长路线的 这样一个禁欲吧 然后 我后面回过头来想 就是 会不会我也是 所谓的那种现成者 我现在看起来 我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 其实我的每一步 都是有一些 非常好的运气在里边 会不会是这样子 就也是因为 我现在在犹豫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我之前其实挺想 劝很多女生 去写计算机专业嘛 然后以我的个人经历来 来就是去说服 或者讲述给他们听嘛 然后 但我现在都是有点犹豫 会不会我的确 我的每一步是有一些 所谓的运气成分在里边的 嗯